大家好,电动车公司华文里 现在我们在天津的唯一赛车场 这个武清区 我总是这么冷的,负五度 然后这个车就是极力迎合最新的旗舰 迎合一巴 那这个车之前已经在静态的时候 给大家好好拍过 它的外观,它的内饰,以及它的一些小细节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上期那期节目补克课 当然补克也没有关系 我们在这简单再把它的基本盘盘一遍 这个车,B级车 但是它的车长到了5米 5米01,轴距2925 这个基本是这个级别 最长的中型车了吧 这个还能叫中型车吗 对吧 浩瀚架构 极力自己品牌的首个浩瀚架构的设计 也是浩瀚架构里边 第一辆纯电轿车 对,007在它之后 它是第一辆 有400伏和800伏的架构 400伏用的是极客001 同款的200千瓦的后驱电机 那800伏的架构呢 它的总功率到了475千瓦 后边的电机好像是300多千瓦 具体数据我打在上面啊 也就是475什么概念呢 兄弟们 路特斯的SUV 它的标准版 也就是S加版 它的功率是450千瓦 而这个顾约20出头 顶配车型30万上下的车 它的功率475千瓦 然后百公里加速 据说今天有媒体老师踩出了3.33秒的成绩 百公里刹车距离35米 配的还是顾特异的一个静音台 就很离谱 那今天我们的目的啊 就是去把它尽量开明白 那我们上车吧 太冷了 这个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这个棍儿 东北的铁栅栏 我现在手跟它就完全的 没有直觉 你赶紧上车吧 哎好谢谢 这个科目主要是体现银河一巴的转弯半径啊 他们的转弯半径 标定是5.62米 开上去就是感觉体感很大 但是打起方向 而且这个车很神奇 它没有后轮转向 然后这么就 当这种工作变成玩耍的时候就很快乐啊 我们总结一下这个科目 这个科目叫做纸箱迷宫 然后是由一大堆直角弯去完成的 没看到我们的设备还在那架着 应该能打上招呼 然后我们对比了一下汉和一巴 这两个车其实你坐到中控里边 它的体感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很宽敞的大车感觉 拍到了吗 我不知道 不是我 强塌了 明显一巴在这种弯中的时候 尤其直角弯的时候 你能走的线路就更多 而比亚迪汉我就得靠着教练提示说 打死 再打死 不然你的线路特别极限 那就说明其实银和一巴的转半径是要小点的 我猜在因为没有后轮转向 只有能做到的是它的前轮的摆脚幅度会更大一点 它的前轮转完 这时候已经打死状态了 内侧轮肯定已经就是已经 我怎么老说不出好形容呢 但很形象啊 就是肯定是这样的 我们去下一个科目 下一个科目应该是场地的绕桩 上次说我们这个胶带缠得很随意 确实是略微有一点 大概就这么个样子了 然后这颗叫操稳 OK 走上车 好现在我们到了一巴的车内 现在是运动模式 这个还没有解密 所以我们就不重点聊这个仪表了 你们前面是金坦达赛道 主要是看这辆车在小赛道里的 它的侧倾啊 它的动态表现怎么样 什么评价呢 因为我现在只是在小赛道开了一圈 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我以为就是这个级别的 无你的家用车 你即便动力再强 但是它你应该是那种 晃晃悠悠舒舒服服的那种 底盘目前因为都是平地 我们开不出它的舒适性 但是在侧倾控制上 是有的因为是小赛道 但是它就转向很准的 转向跟车辆的随动线性特别准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车是个入门配置 是个200千瓦的后驱单电机版本 这个科目的总结就是哇 有点高出我的预期了 好 我们现在来到的科目叫做颠簸路 主要看这个有减速带 有井盖 有砂石路 主要来看一下这个底盘的滤阵性 以及在处理这种颠簸路的时候 底盘的一个反应 同时可以看到它的竞品车 依旧是新款的Mod3 说实话极力调的底盘 在国产车里边已经算比较干脆利落有任劲了 但相比Mod3这种偏运动的轿车来说 那肯定是没有Mod3那么利路 但Mod3又有Mod3的问题 就是它太硬了 太电了 开起来是很爽 但做起来是真的不舒服 而且像Mod3在走这颗的时候 我们前面的减速带理论时速是要求在20 井盖也是20 砂石路15 Mod3就不自觉的让我想把速度放下来 太电了 而银河一巴再过这些的时候 我觉得20是完全没问题 我可以稳住速度 在砂石路的时候15我还觉得 我甚至还可以觉得再快一点 所以相比如果代入到咱们正常这个级别买的这样的轿车的一个使用环境来说 银河一巴肯定是更合适的 主打家用嘛 偏突出的 第一次3秒53 第二次3秒49 第三次3秒53 而且它的电量我刚才看了一下只有71% HootE的静音胎 就是它的常规的家用胎 就我很纳闷 咱们中国的家教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就很离谱 不愧是有着浩瀚架构的底子 那我们今天肯定是四驱车的 就是实打实的 没有反向虚表 真的是真实的成绩 刺激吗 刚才 刺激 想去稍微做点速度的时候 发现地板油的时候 80之后 大直到地板油 它就没劲了 那还是说回它 不愧是浩瀚架构的底子啊 虽然也是一个后驱单电机的版本 但后桥这个200千瓦的电机 在赛道里 如果你单纯不拼圈速去玩的话 乐趣性是够的 就是它在弯中给你的感觉就是它很流活 虽然侧情也是有的 但是它1.9吨的车重 再加上一个静音胎 再加上一个后桥电机 赛道里能做出的成绩 我觉得大家也有点预期 不过它可玩性是高的 而且大家看现在这个画面 就是属于我在摸它底线 我刹车带着刹车入大弯 结果它推了 推了之后 但是我马上反打 也能救回来 这个车确实好啊 不愧是浩瀚啊 不愧是吉利 如果再考虑它未来的价格的话 它的800伏架构的后驱车 665公里的续航 我觉得应该会是主销车型 算是一个中高配吧 那个应该是主销 那这里是电动车公社 我是华木李藏 下期再见 拜拜